大家好 今次就帶大家來海港城看看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路上高是疏疏落落的 是疏疏落落的 不是很多人的 沒辦法 在疫症過程大家都沒什麼興趣出去逛街 左左阿曼兒 一路走過去 今天天氣都幾好 天氣都幾好 經過外一路走過去Windows購買一下 Windows購買一下 在瓷窗裏面不買也要看看 我看到這雙鞋子很漂亮 釘了東西 全部釘了釘 全部釘了釘 Hemmess 先釘個彎進去 先看 反正你見到你走去海港城 世界鎖的名牌 基本全部都在這裏 今天剛剛吃飯時間 很多送外賣 就幫手送上去上高寫字樓 之前我都在這裏上班的 在七樓 可以看到放煙花的 可以放煙花時就回到寫字樓 躲上去看看 好 接著進到來了 在一樓 大家都會見到 基本上兩旁都是賣鞋子的 很多賣鞋子 名字我不說了 我免得做廣告 你想見到什麼漂亮的鞋子 基本上一樓都會見到 賣衣服跟鞋子在一起 老爹鞋子都養得到 OK 名字我不說了 大家看到 大家就知道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幾年 老爹鞋子 飛跡 大人其道 每個人都有幾對 我的女兒也有 很多拍照 右手邊拍照這位 哥哥 不是像我那樣 是這裏的職員來的 是職員來的 一直走走走走 基本上是一些大牌子 大牌子 但買的人基本上你都 看不到 店內有幾個客人 好淒涼啊 真的很慘 好淒涼啊 這間呢 我經常見得到的 在網上高 那 釘石的啦 這包包啦 釘石的 OK 你即是可以 看進去裡面見到 這包包呢 是沒有了客人的 因為第一呢 自由行又沒有了啦 那本土的經濟 各樣東西大家都 省得就省啦 好了這間呢 這間我又很喜歡的 你看這間很喜歡這間 它的鞋子很特別的 是呀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些很前衛的設計來的 OK 那 因為 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自由行的 YSL都靜悄悄的 靜悄悄的 我這些設計呢 都是曲矩的 鞋子 OK 3D設計啊 那 一路繼續再走過去啦 Prada啦 這個不是Prada 另外一間 Prada就是這間 Sneaker Sneaker OK的 就是我會 這個是organizer的 這隻 這個是organizer 這個 有個包包 就是免得他門口 寄著拍攝啦 到時呢 就被人趕啦 OK 那好了 走出來這一邊 靚衫啊 不是說靚鞋先啦 那這裏有很多很多靚衫啊 你看看真是 沒有客人的 很慘 那走回出去啦 那一路就準備上去二樓 那這一段片呢 純粹呢 就是 走過來這邊呢 就拍一拍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不要說啦 小本經營 都這麼慘啦 大品牌啊 都慘淡經營啊 很淒涼啊 那 我今年呢 都沒有什麼賣個衣服 小賣 看多個賣 那這裏樓梯上去呢 就是我舊公司 就是這裏樓梯上去 左手邊 就是我 我之前服務的公司 這裏樓梯上去 哈哈哈哈 那麼 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公城最新現況啦 OK 啊 Say hello啦 OK 拜拜啊 OK OK 再見啦 拜拜啊